我記得在去年的年頭 當我做完了晴晴塔塔演唱會的時候 阿倫長也來跟我說 他說 喂 我覺得現在是時候 你應該去爭取那個 令到你夢寐以求的獎項 當時我心裡在想 我說 哇 已經遙遠了很多年 究竟行不行 好… 當時我看著他,只是說了一句話 我說如果一個歌手、一個藝人 對自己沒有信心的話 是一輩子都獲不到獎 其實在去年 阿倫豈不是跟我說過 這句話這麼簡單 在去年裡 小澤面對一些傳媒 大則有時候出唱片的時間 每一件事的部署 其實阿倫都幫了我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 有些朋友問我 他說 為什麼當晚你獲獎的時候 你可以這麼硬正 你沒有哭到 因為我很想 因為我很想 很想 將我心裡 想多謝的每一位朋友 都能多謝出來 尤其是我永遠永遠的偶像 譚永遠先生 謝謝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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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